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那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 我今年40岁,是一名健身教练 我是一个已婚女人 我跟我丈夫结婚快有20年了 现在我们的小孩都已经上了初中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 才选择做健身教练的 我把我女儿带到了一岁多 然后才出来工作 因为天天在家做家庭主妇 带孩子,身材变了样 当初我害怕我老公嫌弃我 所以我就做起了健身教练 就做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做健身教练挺好的 能锻炼身体 而且每个月的工资也挺高的 本来以前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女人 但是自从做了健身教练之后 我变得越来越活泼 我做了健身教练之后 我开始喜欢交朋友 也特别喜欢跟人沟通 变得不再内向了 自从做了健身教练之后 我就越来越有气质了 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 没做健身教练之前 我特别的没有自信 我觉得我自己长得不好看 而且身材也不好 即便自己喜欢穿裙子 但那时候太过于自卑了 而且也没有自信 所以一般都不敢穿裙子 现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健身教练 已经好多了 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而且我也变得大胆自信多了 自从做了健身教练之后 我认识到了很多朋友 虽然表面上做健身教练很多好处 但实质上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因为做健身教练 避免不了要跟异性 发生肢体接触 如果很介意这种行为的人 是做不了健身教练的 当时我不太喜欢这份工作 是我老公他推推建设我来的 他说做健身教练 可以让你认识到很多的人 而且也能让你体验 不一样的生活 当初我老公介绍我来的 但是现在我却做了 对不起他的事情 我背叛了他 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以为这件事情 我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没被他发现 但是没想到他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有拆穿我而已 我跟我老公 当初是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 当时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对方还挺好的 所以很快就步入了婚姻 用别人的话说就是闪婚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闪婚不会过得幸福 但我想说的是我嫁给 从嫁给我老公这么多年来 我真的没有受过委屈 他对我很好 我觉得我比大部分的人都过得幸福 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都没有做过一件家务活 他不舍得让我吃苦 不舍得让我受委屈 在他心目中我就是他的宝贝 跟我丈夫结婚后的第二年 我就怀孕了 怀孕的时候他更加是把我当作重点保护对象 这不让我碰 那不让我干 天天就想让我躺着 后来孩子出生了 也不怎么需要我带 都是我老公跟婆婆照顾 我老公特别喜欢女儿 那时候因为我给他生了个女儿 所以他当时立马转账五万块钱 给我当作是对我的奖励 小孩一岁多的时候 我去做了健身教练 我婆婆在家带孩子 自从我去上班之后 我感觉我就像是小鸟挣脱了牢笼那样 那么开心那么自由 我跟我丈夫的感情生活 也一直都那么的稳定 虽然有时候也会发生争吵 但是这么多年来也一直不离不弃 可能就是因为生活太过于平淡了 所以导致我想在外面找点激情 后来在我35岁那一年 我跟我的一个客户在一起了 因为他天天来找我健身 他家里挺有钱的人长得 也挺帅气 他知道我有家庭 有孩子 但他还是喜欢我 天天过来找我聊天 还给我拿点心 说实话 没有一个女人能经得起这种诱惑 当时我也不忍心拒绝她 既然我们不能结为夫妻 那么我们可以成为情人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 每天去上班 我都是跟他待在一起 他每天早早的就去到了健身房等我 中午下班我跟他一起去吃饭 然后到了晚上下班 他会带我去吃夜宵 然后再把我送回家 我特别喜欢跟情人在一起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也让我找到了年轻时那种恋爱心动的感觉 自从35岁那年遇到他之后 我就一直跟他成为地下情人关系 我以为我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我丈夫不知道 但是后面没想到他早就已经发现了 我跟情人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小心谨慎 我们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而且每次见面也都是偷偷摸摸的 我们一般都是比较喜欢去电影院 那种比较隐秘的地方 还有一般都是在晚上 因为白天遇到熟人的几率太大了 我跟情人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老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对我依然还像以前那样 只是很少跟我聊天而已 我也感觉不到什么 我以为他没有发现 如果要是他发现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那么淡定 起码都会质问我的 前几天我跟情人吵架了 后来我下班之后就早早回来了 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我老公在洗衣服 当时他看到我那么早回来 然后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震惊 不去跟你的情人约会吗 今晚回来那么早 当时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当时我还想狡辩我哪里有什么情人 我的情人不就是你吗 我丈夫听到我这么说 他没有反驳 而是接着又说我都当面说出来了 你还要骗我吗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想狡辩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只是我没有说而已 我看你什么时候会收心回来 当时我才明白 原来这么多年 我老公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只是他不想拆穿我而已 现在我还挺后悔 当初跟情人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的 因为我觉得我太不是人了 我丈夫对我那么好 我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